节目中90后妈妈施丹妮 她那长不大的老公 让她非常苦恼 你生这个过程很顺利吗 不是很顺利 我开了三天三夜 你老公呢 他去叫我喂他吃薯片 快点啊 换一个口味很好 今天还要背上 因为可能嘴巴会脏 啊 脏嘴 不 老公 我疼痛现在 我真的没办法忍到明天了 你没有那么夸张 老公逃出来了 逃出来了 你戏太假了 为了让她也感受一下 女性的分娩之痛 节目组特意安排了 疼痛测试仪 十二级吧 直接 直接十二级 有没有 对我们是 玩起初恋 玩起初恋 好 到你了 梦连 还梦奶奶也没有 你现在在生活上的所作所为 已经是她很大的苦恼了 我完全不认为是苦恼 那你请个保姆好了 你嫁个保姆好了 对她们家的苦恼 来 请投票 这个真的是太大的苦恼 你会做出什么改变吗 回去的话可能会多回备她吧 这样 对她好一点 她现在基本上晚上游戏也玩得稍微节制了那么久 就可以早点睡觉这样 现在就是有正常的工作的时间来调节的话 玩游戏的话我没那么多 上海女生张晓涵 吐槽了自己特别爱玩的老爸 我爸现在已经越来越丧心病狂了 带我去喝酒 不管多晚关的店 他们都能喝 就一直喝到大家不能走这样 叫你女人来帮你挡酒 爸爸今天哪里喝啊 刚才在节目组喝了点 我都是跟他们努力玩完之后 回家奋进的那个熬夜工作啊 爸妈一回来打开门 你在学习 你为什么不出去玩 你为什么学习 老嫂也看出来了 她也不是个学习的料理 玩儿神老爸更是开启嘴炮模式 泡物空无处事 什么人干什么事能干什么事 也多少有些了解 我就是学渣 我们四个也就只能干这行了是吧 没错 好是分大概以后去当主持人之类的 把下面一个直接叫出来 这个不聊了不聊了 我有一段时间就非常非常的迷茫 是真的很痛苦 高考的时候选专业 我们家没有给我任何方向 我是无助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健康自信快乐的个体 而不是你爸爸妈妈给你造成的一个幸福 你要自己争取你自己的幸福去 参加完你的节目 爸好像少找我出去玩了 然后录完节目是稍微有些反思 我现在会比较勇敢地直接拒绝他了 因为通过节目 他也理解我的想法了 通过这个节目刺激了一下 那么咱们就受这次传播 欢迎收看大型社交服务类节目 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由汤城备件蛋白粉 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我们的目标是 《产丛梅苦恼》 欢迎我的小伙伴王鼠岚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谢依林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于世林佳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上一期节目诞生了一个 我们节目第一个苦恼王 我们回忆一下就是她老公 她生孩子 她老公打游戏累了 然后说你等会儿明天再说吧 就那个姑娘得票153票 想想你回去之后 你老公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啊 没有 那现在会去上班了吗 然后上班回家 以前不是上班啊 以前在家里打游戏啊 对啊 然后 会上班啊 上班回家的话 就还会可以抱抱小孩啊 逗逗她这样 你看 说明天来了之后 夫妻关系 她就有明显的变化 特别我们这个舞台 节目 有点帮助 整教婚姻关系 我觉得首先 如果这个节目做下去 能够让你找到男朋友 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功德 我一定会在我的告别室 好好谢谢你们 要不然录完这个 回去跟我回《非诚勿扰》 给你找一个 真的吗 孟爷爷好多节目 孟爷爷好多节目 也没有几个了 也没有几个了 好 那么看一看 我们的节目 怎么才能认定是苦恼 我们来看个规则微信 每位苦恼者 结束苦恼后 现场200名观众进行投票 如果得票超过100 则苦恼成立 相反 苦恼不成立 每期得票最高的苦恼者 将成为本期的苦恼之王 他可以从四个名著套娃中 任选一个 获得相对应的安慰大奖 苦恼之王最多连任四期 今天会不会有人得票超过153 替代这个可怜的姑娘不一定 那么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 今天的苦恼来信 这个苦恼的来信的名字叫 朋友 你为什么这么抠 我最大的苦恼是有个超级抠门的朋友 人称九总 认识二十多年 他一次次在刷新着抠门的下线 我们几个好朋友都是轮着请客的 每次别人请客的时候 数他记得清楚催得积极 可轮到他请客的时候呢 就推三推四 还人间蒸发 有次逼急了 我们去他家门口堵他 到了门外 我们先打个电话给他 哎 赶紧请客了知道吗 你在哪呢 只听在手机里和门里 同时传出了声音 哎呦 你说这个寸的 我要那个 我刚到游泳馆 我换了衣服了 马上下水游泳 下次啊下次 马上下水游泳 下次啊下次 有一次呢 他甚至还用了放了好久的剩菜 给我们吃 差点给我们吃进医院呢 这还要更可怕的 为了省水 每天早上起来之后 不管多么想上厕所 必须忍到单位才解决 有一天晚上我去他家 哎人家卧室不开灯啊 看得见吗 开灯干嘛呀 找东西 用手电 剩钱呢 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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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为铁哥们 总是劝他 你不要这么抠了 对自己好一点 最起码不要为了省水钱 连三级都忍着吧 生活过得这么苦 钱再多 有什么用呢 我真是没辙了 请大家帮我救救这个 抠门的发小吧 这是他的苦恼 大家鼓掌是什么意思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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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扣了 扣了 扣了 太少见了 真的 在生活中 你们身边有这么扣的 我有亲人是这样 他对家人好扣 其实房子不是他的 都是全家人的 每一个月 他自己妹妹回来住 还是要收他钱 是我哪个亲戚 我就不说了 说一下吧 让大家开心一下吧 真的是亲兄妹一起住 真的是亲父亲生的父母一起住 但还是这样子 也可以哦 哎哟 跟亲妹妹都要收房租的话 那两口子有没有 也要收费的像 有这样的 有可能有 有这样的 有可能有 这是一种情趣 差不多 我觉得我们应该赶紧看一下 这个写信给我们的 好 来我们掌声有请 有请马辉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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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欢迎你 您姐姐好 哇 他是男生啊 我是女生 我想大家肯定 肯定会有 首先会有这样的问题 你那朋友跟你多少年了 你才快 二十三四年了吧 我就是 我有时候原来的时候就认识了 他除了你还有别的朋友吗 有啊 他为什么将得到朋友 如果这么抠门的话 好多人其实都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朋友吧 不是做生意 不是说我对你付出多少 你对我付出多少 就是情意 那不行啊 我也是重情重义的 老是我亲人吃饭 谁不行我吃饭那不行 我也是 赶紧把这个剩菜的事说个问题 结婚吧 结婚我们去 我们几个包包的帮忙 完了 特别累 第二天就说你什么请客呀 给你累了半天了 对吧 我说行 没问题 等我几天 这回是特别的积极 哎 你都来 都来我们家我们家圈 都准备好了 完了我们都去了 去的时候呢 菜 还是那堆菜 怎么那么演 什么叫还是那堆菜 就是结婚时那堆菜 啊 但是当时不知道啊 当时肯定行 哎呀 怎么看他们眼熟呢 这个菜戏怎么还是这样呢 你们去吃喝 开始 完了 比如说喝可乐 给我们当上可乐一喝 你这怎么啤酒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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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问题就是 结婚剩下的剩菜剩饭 加饮料倒在一起 哎 留下来给我们 你是说果汁跟啤酒跟可乐 倒在一起 你们就是厨余鸡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放了有多久那些吃的 大概三四天吧 哎 他就算准了 三四天自己吃不完 赶快叫你们来吃 他如果吃得完 就不叫你们来吃了 他自己在吃 应该是这样的 他三四天都在努力吃 对 实在吃不完 实在好不定 实在吃不完 还是要请朋友来吃 你们当时应邀赴宴的有多少人 大概有十多个吧 结束之后有几个人是回家的 有几个人是回医院的 反正我是拉了好几天 哎呦 苦了 不给药费还给点纸钱是不是 不是 其实我们挺高兴 他请客了 难得 他请客了 平时 就是心理上他至少往前了一步 他躲他总有一回给逮着吧 他总请过一回吧 那那个点完了 比如一顿饭搁几个 吃个六百八百 他钱没带够 他带多少呢 他带够了 但是他会想办法不掏 是这样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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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吹别争 我来我来 我来半个小时掏不出来 对 没错没错 但是我来吧 哎呀 你这要 更无耻一点 对 更无耻一点 一铃 你过去交往的那么多男朋友当中 有没有特别抠的 他现在都好多男朋友 我不信心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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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必须要诚听一下 没有那么多人开眼的 有味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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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不 很多都这么磕 很多都对我很好 你认识他父母吗 认识 父母也是这样吗 父母不是 父母不是这样 怎么孩子是这样 你以为这个会遗传的 对啊 他这个想法很奇怪 应该是遗传啊 不会遗传的时候 身高会遗传 别的不会遗传 大家想不想看一看在生活中 能扣成这样的人 长成什么样子 大家有没有兴趣 好 好 就是你呀 大家好 我就是九总 干杯 我很难想要这么节俭的一个人 可以把自己吃到这么胖 你的发小 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起 你给他带来的这个苦恼 你听完之后的 这个获奖感言有没有 来信你也说了 说我的各种的扣了 可是我却不这么认为 我却不这么认为 你的认为是 所有的事情 我都要做到性价比最高 就是说结婚结完了 那个菜不能浪费 那个就倒出去了 多可惜啊 然后把朋友哥几个照来 给他们吃 是这样 因为这个饭菜呀 之前我保存在冰柜里边嘛 我算准了 它的过期的日期 虾子一段 只要一过期 就把他们叫来吃 是吧 是在过期之前 过期之后 那个医药费要更大 那可能怎么可以 跟啤酒一起啊 鸡尾酒啊 鸡尾酒啊 Cocktail 我看起来 又又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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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哎呀 好一点儿酒酒不是很贵吗 然后你又想省钱 又想找到那个感觉 那个味道 可不就 哪里找得到那种感觉 自己DIY一下 我跟大家说 他还有一个发小 他们一伙子都还在线上 举手我们看一下 在哪里 哎 你看 都是都很有艺术的啊 您怎么生活 大家好 我叫光年 也是九龙发小 你能不能 还有什么另一位发主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每次一让他请客 他会找好多理由 比如说吧 他以前最常做的一动作 就是动我们干这个 你一让他请客 他就会给你算 我这个手机费得抽 公交卡得抽 我还得吃饭 我还得跟女朋友看电影去 让他这么一算呢 他这工资就没有了 我们也不好意思让他请 这么久了 大家就算 不是不当朋友 但是也会疏远他 为什么还一直会去招呼他 有道理 对 朋友抠门吧 有时候是很让人无法理解 他对自己也抠 对啊 我想问的是 早上起来大家都知道 每天每个人早上起来 干的第一件事 他得把那事都忍着单位 您家住的离单位有多远 骑车的话十多分钟吧 骑车十多分钟 对 你就是 不是 你想一想 早上起来 臃肿着 还得骑车 再一颠 你顶 什么可能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现在有多少钱呢 我现在 不是 不是兜力 纯款 是你纯款 是我的纯款 他媳妇都不知道 你以为他 你看是这样的 这个月 我真给朋友出了一个500的份子 完了之后 我的公交卡还没有出 然后我现在手机也停机了 然后我们家手机也没有销 所以说具体有多少钱 可能会剩个 够我从这个上海回到北京的钱吧 从上海回到北京 是结婚组出的钱 被你接触了 我让你了 你媳妇呢 你媳妇呢 你朋友坐着听 九总夫人闪亮登场 闪亮登场 九夫人 哎呀 我觉得 你看 而且九总太太一脸幸福的样子 你跟他结婚多少年了 结婚五年了 五年了 抱着那闺女 是你们闺女是吧 对 但是为什么我感觉 你的闺女像伊林啊 来 叫妈妈 伊林姐 我不是不让你说吗 谁跟你说呀 谁跟你怎么了 家里钱谁管 基本都是我老公管吧 就是因为她在省钱上面 特别有才干 所以让她管钱吗 她不让我管呀 你们恋爱的时候 跟我们描述一下那个生活 怎么追到你的 我们谈恋爱季节 属于闪婚 谈的不是很长 她一定会闪婚的 我跟你说 看着姑娘还没明白个味儿呢 就把什么事都办了 大致统计过吗 一年的开箱 开箱 你不用看她了 对 自己说 我没统计过 我觉得她现在已经被洗脑洗到 没有钱的意识了 她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钱这个东西 对 我觉得 我觉得算最精的是老公 是九总 九总肯定知道 老婆一年的个人开销有多少 是 说起这个 我还真的挺不好意思的 对的 别揉揉了 不好意思 她一年的开销可能是不超过一千块加卖 不超过一千块加卖 不超过一千块加卖 一年 衣服鞋化妆品 女性用品加起来不到一千块 全算上 家里几口人现在 家里现在五口人 五口人 在北京 在北京 几环内 四环内 四环里 一个月家庭开销 多少 可能也就 几百块钱 或者不到一千块钱 不到一千块钱 一家五口 用不了一千块钱 几百块 这就很多了 大家这么惊讶吗 我劝她 我通过看心理书 找她的突破点 但是我发现 我可能看得太浅了 我跟她说过一句话 我说 哪天我带你去看看心理医生 我觉得你这太极端了 一般人 想到这问题 你肯定会问 管用吗 看心理医生花多少钱 她不是 她第一反是 心理医生不会把我 银行密码套到吧 我们还要通过一个片子 来了解一下 九总 他的生活理念 发挥到极致 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来看一条片子 后面有一辆车 他启动的时候 十次八次 是这样 走呀 不走啊 走呀 走了 他是一辆别人 开了七年的 三手抠抠 我管他叫 十七 这辆车呢 五年呢 总共开了 一万五千多公里 没出过五环 档外啊 经常挂不上 收音机更起 只能开 不能关 非常的任性 九二二十 这二十块钱 就够我到家的咯 嘿 洒水车 真是太走运了 追 就是七五年的时间里 只洗过三回车 没记错的话 总是花了三十块钱 不管是四十度的高温 还是零下十五度的阳寒 开空调的次数 一只手就够用了 热啊 热啊 你求我这看 你快开空调啊 没反应啊 没有佛 你到家呀 家佛不要钱呀 那就是我车里求人 怎么 那就开窗户呗 自然风多舒服啊 真够 那边都坏的 有个凶啊 就说不要钱呀 你改呀 我是花一万八买的 卖的时候是一万一 七千块钱 开了五年的车 哥们还白老一 北京排唱 这就是哥们的 利益最大化 一万五千公里 再开了五年 对 一年三千公里 在北京没出过五环 你就是一直在四环和五环之间 这个出没 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基本上每回动车的时候 就是要不赶上有事了 有事的情况下 还得顺便把油加了 北京的加油站 给加二十块钱有吗 加呀 我经常这么加 过到加了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挑战窗口 是每十天挑一回嘛 下一个挑战窗口 要是降了呢 刚才你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 我也没有问 很多在外地 在北京打工打拼的年轻人 他们最大的开销 租房子 哦 九总 你们家房子哪儿来的 是组 组业 组业产 就组业留下来的 也就是说 你在北京还是属于有房有车的 我们导演跟我说 你带了一幅画来 我为了劝他想过各种不同的办法 结果没有用 所以只想给他画了一张画 我们能看一看这个画吗 可以看 可以看 来 大可以 来 给我们说一说 这画主要意思是 这支手枪代表就是 他平时做的风格就是 用尽一切办法去争取 去努力 去挣 挣回了很多钱 利益 这是拼搏嘛 拼搏自己 但是呢 这支手代表自己想守住 但是他手指头比别人多 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但是手中是一个枯了 你守不住 我想告诉他的就是 人生走到最后 就是什么都没有 你这么努力 为什么 直当他吗 我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可能自己不明白 如果有一天 你中大奖 你愿意再加上厕所吗 我还是依然会像 现在这样生活 所以他是享受 他就享受那个过程 他不是真正 要不然我们栏目 真的给你一千万 你是过一个月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 你看他笑着 咱们可以做个调查 就是说那个钱 打到他们家的银行卡上 只是一个 对他来说 只是一个数字的变化 听完了 刚才我们这么长时间的陈述 现场的观众 你们觉得 他这个情况 到底算不算苦恼 请投票 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结果 因为就是跟和我们自己的内线做个比较 哎 哎 哎 啊 啊 过了 朋友 你为什么这么抠 来 请走走啊 发表获奖感应 来吧 怎么说呢 结果我是 挺意外的 挺意外的 这还意外啊 这没什么好意外的 因为我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所有事情 想追求一个最高性价比 利益最大化 用最少的时间 花最少的钱 那个用最少的帮助辅助东西 我去完成了 这个就是我所追求的东西 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那你能不能请我们吃饭 就别我们了 就他这几个人 你朋友了 我们就不指望吃了 你能不能请你的这几个 兄弟发小去吃一顿 有没有可能 那个晚上你们是不是要吃饭啊 关我什么事 我们吃啊 我们当然吃饭 我们那个节目组有盒饭 有盒饭啊 对 那咱们一起吃吧 借这么个机会 把你最想说的 再次表达一下 兄弟 人生苦短何必 累吗 好吧 能最后一个什么结果 咱们不知道 起码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人生展示给大家看了一下 没错 嗯 我们掌声 那个宽众一下 那我们接着来看 下一位苦恼者的来信 主栏 大家好 我是一个有着悲惨 遭遇的美男子 这个信应该我读的呀 没有 满足一下他吧 我的声音比较美 我就没见过 比我女朋友更懒的女人 跟他谈恋爱 就像在照顾一个 会说话的植物人 亲爱的 扶奔爸爸起来 给本宝宝穿衣服 为本宝宝吃饭 哎 你又不是告慰劫瘫 怎么什么都要我来啊 哈哈 哎呀 我懒得动啊 而且我是你女朋友啊 我懵懵的啊 你照顾我应该的啊 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啊 那你天天晚上不刷牙不洗脸 是不是应该的啊 关键是 总是不刷牙你还要跟我 闻我 闻我 这个这个好像好像有点味道哦 哈哈 你嫌弃谁呢 快闻我 好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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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爱你 在心口难开啊 这就是我的苦恼 我发现啊 只要是跟男女关系有关的事 我就特别有兴趣 第一 那个写着信呢 他自称是个美男子 美男子 有多美呢啊 这谁知道呢 还有说这个姑娘懒到什么程度 男人我真见过 我也见过 懒到什么程度 那个袜子呀 就有那种 多少天都不换 然后时间一长 几个月下来呢 那个袜子都可以站着呢 然后一年多下来以后 她的袜子可以站在一盘 像接受检阅一样 这样的 男人有这样的 我真碰到 但是你说女人 多少天不洗脸 不刷牙 这好难理解 我就两天 三天吧 有时候四天 没气质啊 是你有男朋友的阶段 还是没有的阶段 一直都没有 哪有什么阶段啊 没有阶段可言 好好好 那我们赶紧看一下 那个所谓的美男子 有请顾导者 美男子 我们问一下这个逸琳 你觉得还有什么 我觉得有 真的有点夸大的成分 有点夸大就是跟主兰哥差一点哦 对 我觉得我比你帅 也不至于 对 对 对 看不见 你可以挑一个再格 你挑一个 你还是单身吧 我还是单身吧 不开玩笑 不开玩笑 说实话说实话 这个我觉得这个形象 要在《非诚勿板》上 这个属于会有人爆灯的 高眼睛大鼻梁 不是 大眼睛高鼻梁啊 对吧 我们现在核实几件事 你女朋友懒到这种程度 你跟她交往了多长时间 我跟她一开始的时候 较量了很长很长 不 交往了多长时间 交往 我跟她是三个人在一起 快一年了 差不多了一年 对 现在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吗 对啊 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看不出来你的口味这么重啊 说说看 他大一个多久刷一次眼 我就知道他一个月大概刷四次 就是碰到国庆啊 中秋元代的时候 他刷一下眼 一时契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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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是蓝环保的一部行为 省水 真的不行 我们有时候一天刷四五次啊 你也有病吧 为什么 你要拍吻戏吧 哪个女演员那么倒霉 跟她配吻戏啊 好多 好多人倒霉 倒霉 但是 那么多天不刷牙 你赶上个把礼拜都没刷牙了 你们小两口亲热的时候 他有 对接吻有要求吗 一般女玩家就会说 吻我 我说不行啊 你不刷牙 对 你不刷牙 对 你不刷牙 对对对 就是很容易就会闻到了 我们问一下那个洗澡的次数大 洗头洗澡 头发是经常不洗的 澡吧 基本上是一周左右 一周洗澡吗 不是 一周洗一次澡 洗澡的时候还不一定洗头发是吗 他觉得 反正他洗澡的时候会洗很久很久 那可不 一个月 一个礼拜洗一回那 就是 一轮村是用沙纸 来来来 我跟你说 你们没有这个经验 我说个真事 我在上学的时候 我腿 我有这个经验 我腿断过 我踢断了 上了个石膏 对 三个月 你们知道吗 三个月那石膏拿下来之后 就这么轻轻地一下 接下来 哇 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 能弄弄下来 基本上小半碗 好耳 真的 然后你弄完了之后 你发现这个腿轻了很多 本来一场动态的 就挂去了 就挂去了 而且颜色粉论粉论的 对 像一个婴儿一样 对 所以是不是每次 你女朋友洗完澡之后 下水道比 对 特别香 然后下水道就堵起来了 对 您非常有经验 我有什么经验的 我爱的 你这么经验 他对你洗澡的频率有要求吗 我基本上每天都洗 我要剩你就亏了 他一个礼拜洗一次澡 我肯定要比这个还长一点 两个礼拜 对 我才能转回来 你要把那个味盖下去你知道吗 对 你怎么会 你怎么那么专业啊 没吃过猪肉 你还没见过猪跑啊 要不问问他 哎哎哎 你闲那么长时间了 像他这种情况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超过你 我觉得有点可能 因为我老公 没有他女朋友这么大 至少他天天洗澡 我们能不能有幸 见一见你女朋友呢 在哪里 在哪里 这么远观的话 不像是那么邋遢的人 对 他好像我们香港的那个阿嫂 等会儿 对对对 你把话筒给你旁边的那个姑娘 他们肯定不认识 对吧 对 我 你闻到有什么味儿没有告诉我们 没没没有吗 可以近一点 还是算了 生病成口味啊 今天出来的时候刷牙没有 我刷牙了 我也洗脸了 我也洗澡了 我昨天也刷牙了 也洗脸了 也洗澡了 昨天晚上睡觉还洗脚了 好厉害 OK 你把你一个月的指标 都这两天用了是吧 那再往前一次是哪年 香港回哪年 想不起来了 太远了 你就这么说吧 他跟他说的话里边 有没有夸大其词的成分 有 因为他是这样 他跟我来之前 他说他想个梦言 也觉得《非诚勿扰》 他要把你修了是吧 他要来 他肯定是说的 我有不对的地方 哦 就是说 你刷牙和洗澡的这个频率 是不是这样的 肯定没他说的那么夸张 但是我的频率 可能和一般人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首先我根本不觉得我这叫懒 人和人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块我解释一下 虽然我洗澡的频率和一般人不一样 对对对对 但是它本来就存在南北差异 我们黑龙江那地方真的比较冷 你知道 我在冬天的时候 如果说你天天洗的话 你的皮肤根本就受不了 对 我们一般真的是你要隔两三天再洗这样 是 而且这两三天我不洗的时候 但我衣服我才换呀 所以基本上还是干净的呀 哪怕早不是每天都洗的 牙得刷吧 牙得刷吧 或是那些 这样有影响刷牙吗 因为水很凉 而且我也不是天天不刷牙呀 我 你家没有开水壶的 但是还要烧 那水刚烧的时候是烫的 它烧啊 但是水刚烧你要等它凉一会儿 而且 你不会兑点凉水啊 兑点凉水不累啊 他对啊 太直了 刚才我们特别好奇 你肯定有什么迷死他的优点 你自己想一下 你到底是什么地方 把他迷得就不行不行的了 你长得像阿萨 因为他爱我呀 这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嘛 你说说爱的原因公文 爱你什么 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是谈家宝宝 答案就是这么懒呢 对啊 那么懒啊 那这么 就他这么懒 你跟他交往之前 你不知道的吗 因为一开始这样 我追他的时候 他说 他跟我说过 他说我告诉你我很懒的 但是我本着先把你泡到手 再说的原则呢 这个原则对 我们两个在一块 我可是明明不爱跟他说了 我说我很懒 他说我知道 我说我真的很懒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他说可以 没问题 人无信 难以利 何况你是个男人 这个姑娘为了诚信 她说我懒 说到就要做到 这哥们也是点太背了 人家一般说说客气话 都说他懒 没关系 我爱你 来了吧 真的有点懒 你还挺坦诚的 我这姑娘是个很讲诚信的人 我既然跟你说了懒 真的就懒 就不能骗你 你没有想去改造他吗 提过要求啊 对吧 这方面吧 我曾经也是很花费心思的 我曾经录过一个视频 上面有我一个想叫他去刷牙的一个 就是你们两口子在房间里边的视频是吧 对 这个看一下 来放大屏幕 今天是王艾南同学第四个天没有刷牙的日子 好好玩 所以说今天我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 让你刷牙成功 我知道你已经睡着了 会增加很大的难度 不过今天必须让你刷牙 宝贝 宝贝 起来刷牙了 快点 嗯 走 刷牙去 嗯 走了 你嘴里都有味道了 知道吗 嘴里都有味道了 猫都嫌弃你了 你知道吗 他嫌弃你 谁说他不嫌弃你 我是宝宝 没有人嫌弃宝 哈哈哈哈哈哈 走了 走了 快点 啊 哎 好疼 我要睡觉 别追我啊 走啦 走啦 你要刷牙了 你已经三天没刷牙了 你刷牙了 啊 不过快水 水太流 对 你已经第四天了 我怕你都不会睡觉 那也要去 要爱干净 不爱干净 因为我干净 所以我不用刷牙 你们不干净 刷牙 所以你们不干净的人在刷牙 天天刷的都是脏人 真的不行 如果有一天真的结婚的话 你愿不愿意嫁给他 我愿意 然后新郎 干嘛不帮他刷牙 你这样这样啊 你嘴张开 张开 我来刷 或者他要张嘴嫌泪 有那种什么气氛 开 开口气是不玩 把嘴撑着 没有 就像那个车子有没有 那个天津顶啊 把顶开吧 你听着刷吧 刷完 过来喷水进去 然后 刷 OK啊 叫这个早买了 那旁边这个是闺蜜还是同事 闺蜜 大学同学 他现在和男朋友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是这种状况 他以前呢 以前也这样的 他最久的时候是 一个礼拜没下过床 没下过床 饭是室友给带的 然后谁呢是 逮着谁就让谁接 谁在底下就让他接 没有出现肌肉萎缩这样的症状吗 上面有什么好玩的呢 电脑 还有睡觉 哦 打游戏就睡觉 对 有点像哦 那不是你老公吗 没有 我觉得他们俩挺合适的 应该做一段 这个我想问问这个姑娘 你有没有觉得给你的生活 有没有在某一个阶段 带来些许的困扰 你牵手 你牵手 他刚问问完这个话 他手 微信一下 来 你说说没事 挺好玩的 没见过这样的人 第一次见 说得好 你们那个宿舍通风还可以吧 通风还行 为了他门都不开的 不 门都不关的 窗也不关的 太臭了 太臭了 小偷不敢来 要我也不去 不是 关键是小偷 小偷来了之后呢 还得被叫着 倒杯水给我 出门把门带上 我好些天都没吃饭了 那你评价一下 像他这样的 懒成这样 还能找到这么帅的男朋友 你的感受是 为人民除害了 他们的结合是为民除害的 生命有什么原则呢 还是怎么样 让你这么懒得去行事的呢 其实一方面 我从小我特别喜欢嘉飞猫 嘉飞猫有一句名言就是 我很懒 我很胖 我以此为荣 你不能找个好点的偶像吗 另一方面 我觉得不光是我懒 他也很懒啊 你还嫌别人呢 就比如说昨天晚上 我跟他说好一遍了 让他去把我衣服洗了 他等了我吹到三遍 他才去洗了 他等了我吹到三遍 他才去洗了 你现在太懒了 都是你的问题 都是你的问题 怎么会这样 英联位有个问题 你更懒一点 还是他更懒 他太懒了 我觉得我还 他就不懒 为什么他能有 这么英俊的男友 你没有呢 问题处在哪儿 还是我不够脏 要不你尝试半个月洗 会早逝 所以从今天起 你自己就不要再刷牙 不要再洗澡 我保证你半年之内 那我们还要不要跟他 在一块儿录节目呢 半年之内 我们就不能跟他一起录节目了 你这么懒的话 如何鼓起勇气 离开床来参加这个节目 那个王祖兰也要懒了 王祖兰也要懒了 王祖兰也要懒了 我看出来了 今天这个节目呢 你是奔着祖兰来的 他是要跟我走 咱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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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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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上班有一个问题 我不得不说 前几天的事情 有一天就是我正在上班 他老板打电话打到我这里 他说他已经两天没上班了 你知道吗 我说他两天没上班 怎么可能 然后我就给他打话 我说喂你在干嘛 我在睡觉 当时下午4点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上班 太累了我困我要睡觉 我说那你跟你老板说一声 我懒得请假了 结果老板给他算真空 也懒得请假 也懒得上班 好洒脱 这单位也没把它开掉 对 我觉得他老板人也不错 我觉得他老板跟你一样 是属于重口味 来 这是 你是他的宝宝 对吧 他没办法 他是造了孽了 他没办法了 你跟我说说你们老板 你是什么单位啊 你们什么单位跟我说说 我是学校的老师 老师 故人子弟了你 孩子们怎么办 没有我在学校方面还可以 我对我学生绝对是负责的 他每天就去学校一进去 通学间自习 你们是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结婚这个问题 等他洗澡呢 我俩现在 比较困难的一个事情 主要是真的 他懒得结 对 真的很怕就是说结婚之后 他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如果他们真的要结婚的时候 他们拍的那些结婚照片 会是怎么样的 本来全部都是很美的 嗯嗯那种 可能他他习不会就 哈哈哈哈 他会这样 他会这样 你去拍 拍完你把我屁上去就行 哈哈哈哈 所以你去哪捉 你捉完整 你把我屁在旁边 哈哈哈哈 那你家怎么跟他生孩子呢 那洛医生说出力啊 懒得出力啊 所以你完全不会担心有一天 他会因为这些离开你吗 很有信心吗你 那如果碰到一个比你还懒得 他万一就迷上了呢 是吧 半年洗回澡 他一看 哇靠 还有这么重口味的 世界那么大 我要去看一看 什么时候可能 要要 你怕不怕 嗯我说 所以这也是我想说的一点 首先我不认 我并不认为 我现在身上还一定是懒 其次如果我真的是懒的话 懒不一定真的是一个缺点 人类是因为懒才在进步的 科技也是因为懒才在发展的 以前的人因为懒得走 懒得跑 所以才会有车 才会有飞机 才会有科学的进步 同样如果不是因为我现在这样的话 他怎么会这样这么优质的男朋友 好 好 姑娘 我爱你 人类不是因为懒得走才发明了这些 是为了走得更可爱 你说你还对他有什么想跟他说的 提出的要求 你的苦恼 你最后表达一下 其实这样 首先我确实非常很爱他 但是他的懒是实在让我难以接受的 我觉得就是你不洗澡 不洗澡的频率慢一点 我要遭罪点 你不刷牙 我也要遭罪点 涉事处理的替这哥哥 这宝宝想一想 宝宝 如果你们是他 如果你们是他 你们觉得这个苦恼存在吗 拿起你们的遥控器 开始 突然觉得你老公好勤奋 我也觉得 来 功夫打 谢谢大家同心我 谢谢大家同心我 哎呀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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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在那儿恭喜 恭喜 我可开心了 这个 突然觉得回家好好爱老公 对 人生就比较出来 就还有比我更惨的多好 有垫背的感觉 这个有点没有出乎预料 众王所归 众王所归 来 我们恭喜 我们掌声恭喜那个小杨 恭喜 恭喜 你们两个人冠军做一个交接 来 这边交接 先任了 恭喜 恭喜 你比我苦 哎呀 你比我苦啊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两个人的关系 只要两个人觉得合适就行了 这不碍着别人的事 小两口关起门来过日子 对吧 关别人什么事 只要两个人都能接受 就不存在问题 没错 嗯 我认为爱有很多种表现方式 当然我既然爱他的话 我肯定要适当做出改变 哎 这多好呢 但是同时既然他爱我 他就应该爱全部的我 这也是我的一部分 双方过日子嘛 都迁就就是 你呢 在那个频率和次数上呢 也略微的迁就他一下 你看这行不行呢 是的 我会尽量做到的 哎 你看 这 这 这就 哎 这就很好了 好好好 所以 那个昨蓝 我一会儿能跟你拍张合照吗 可以 你可以先刷个牙吗 他昨天刷了 他昨天刷 昨天刷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再来念一封苦恼者的来信 苦恼一点了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浙江嘉兴的男生 今年27岁 27岁有什么好多的 我最害怕的是 就是出门 因为总是被别人围观 有一次一个大叔 为了回头看我 还差点撞到树上 这不是因为我长得帅 而是因为我罕见的身高 我罕见的身高 这个不是我 我强调这个真的不是我 我让你念也没有其他的 我不是特意挑的 好 继续音乐 二十四岁去参加冰剑 当听到自己的身高是一米九九十 你的 两倍 不是我 两倍 你知道我是有多开心吗 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在祈祷 老天保佑我 千万不要超过两米 千万不要 世界上很多东西对我来说都太短太矮了 衣服买不到号 被子看不到脚 洗澡自己比花洒还高 哈哈哈 除了生活上的不便 我还要保受精神上的摧残 被各种人围观 我不想再这样被人灌注了 最最最最最最让我郁闷的就是 最近我又长高了 我又长高了 哇 你们猜猜我现在有多高 这就是我的苦恼 真的不是我的苦恼好吗 是他的苦恼 真的看得出来不是你的苦恼 真的完全不是 他长到一米九九 然后他又长了是吧 他晚上凉和早上凉 可能还有区别 真的有可能 真的 真的 因为躺着睡的时候 你晚上凉 早上凉会有区别吗 有区别的 区别有多大 差不多有一米 哈哈哈 这样 因为因为你躺着的时候呢 那个那个地心 地心吸力就没有这样压住我 整个人就拉长了一点点 所以每一天早上 一起来的时候 我老婆就跟我说 你好高啊这样子 哈哈哈 我们快点时间 有请 孙老师 我想知道主来的 你女朋友得高 她老婆 她老婆 对不起 你老婆得高 我老婆跟我女朋友的高度是不同的 你想问谁 我们不建议 你舍得死 我们就舍得埋 哈哈哈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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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师 有请 孤大志 呜呜 跟咱们打个招呼之后 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浙江嘉兴 我叫林郑霄 我们就不方便站起来 跟您打招呼了 对 是不是 其实电视呢 有时候呈现不出来 要有个对比才能够看得出来 真的是不是那么高 你有什么话 你直接说别绕 我来一块站起来看看就会 等一下 等一下 慢慢来 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先把你的腿伸直 慢慢 我站起来 你慢慢站起来 慢慢站 慢慢站 好 站停 好 可以继续站起来 好 站停 可以再粘高一点点 好 可以伸直了 可以伸直了 这个真的是1米99吗 你已经切断了 我想问最辛苦的是摄像大哥 他们俩在一个画面里边 总有一个人要出话 你信的结尾 猜猜你多高 你现在方便告诉我们有多高吗 我身在2米03 2米03 03 是今年4月份量出来的 他说是4月份量的 2米03 我们首先看下到我们节目 这又过去大半年了 大半年 我们要量一下看看 他现在这个身高 实际身高 有尺子吗 有 以后继续配合一下 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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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因为你躺着的时候 整个人就拉长了一点点 来 对吗 够得到吗 刚刚好 应该刚刚好吧 你先吃 你俩看的高速 我到他最够的地方 你先进来啊 我把你取下来啊 我把你取下来 我将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一连一连 下边给我 这里吗 这里开始 我发誓2米04 2米04 真的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玉石 一个问题啊 你羡慕我吗 真的 我特别羡慕你 真的 我特别羡慕你 有人羡慕我啊 有人羡慕我 你有没有觉得 没有白来这个节目 没有白来 这是一个合力 对吧 我们让小林自己陈述一下 你从什么时候 长到多高 你开始觉得这个苦恼了 就是青春时期 不是有叛逆心理吗 人家越是觉得 你长矮点 长矮点 你越是想觉得 我要长高点 长高点 长高点 但是后来 后来那些生活中 那些烦恼 真的就让我觉得很纠结 怎么说 怎么说 家里嘛 我那个就是 欲罢 我洗澡的时候 我是先洗头的 洗到身体的时候 洗着洗着 发现头发干了 我以为那个瘀霸在这里 太接近太阳了 我就以为我头没洗 忘记洗了 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头发就烤霉了 太高了 像我这个身高吧 不能算高 在中国里面就中不溜 一般生活当中 不会有什么事 倒霉倒霉的 在我前几年我去了一趟北欧 就是我本来就是个儿高点嘛 也没什么 谁也不爱着谁事儿 对吧 我又不上哪儿找对象 后来我发现 这个公共设施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你去坐公交车 这样扣到拉到那儿 他有什么要跟他聊的 那个想打听的 真的有可能是一个病 真的有一些叫做就是 四肢生长过剩的症状 他才两米不算过剩 那你说这个话 中国篮球队看了 不要弄死你啊 里面全是两米大 都是病人的 可能 你有没有去看过大夫 健康指标都是好的吗 A 这个好的 这个就是问题的 这就是他为什么 到我们这儿来的原因 他是健康的 就是长得高 他就是遗传复名比较高 你爸妈多高 我爸1米83 我妈1米7 不可能 那你这么高 没有去加入体育队 从事这些项目中 大概高二的时候吧 他们送我去整队 就是篮球队 对 篮球队 人家没有我 为什么 这个是我1米92.5 先你矮 对 先我矮 他说你应该不会再长 结果 你现在去打这个教练 我 我跟你说 我是没问 他一定特别讨厌 你这种说话的人 就是 会长那么高 为什么不去篮球队 你跟他说 你是不是特别讨厌这种人 有点 像我告诉你 我举个例子 我特别讨厌人说 哎 孟爷爷 你冬天头冷不冷 你管得着吗 你有没有采取过什么 采取过什么措施 阻止自己往上长的 这个我妈 她说她网上说的 拿个锅盖盖你的头 应该可以矮一点 然后每天拿个锅盖盖我头 那你在谈恋爱上 会不会有困扰 那你觉得会什么不方便 不是 因为我以前呢 有一个男朋友 也这么高 没那么高 但是也挺高 因为我才158 他有183 我跟他吵架的时候最痛苦 因为我永远就 现在他在哪里 后来把我甩了 哎呦 你最希望 就是你希望男朋友的 标准身高是多少 在什么一个范围之内 首先先教到 她的意思是我不挑食 我要的不多 是个男的就行 你从这里到这里 我都可以 尽量来吧 选择很多这样子 像你这样没有尺度的女生不多 她 来 我们能不能示范一下 你拉着依琳 你们再走一圈 给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是一个什么 最龙三高叉 BB 来 来 来 BB 掌声声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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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不到 对 对 她女朋友在不在现场 大 再讲 来 就是她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我们刚才我们说说 接触刚才的事情 刚才她说了 女朋友在现场 我也想看一看 你不介意吧 女朋友好 我不介意 好好好 在哪里 好 喂 还傻坐着 回去迎一下呀 来来 坐坐坐 这个 你们有没有那种 哪儿 你觉得有点小苦恼的地方 就有一次很深刻 然后去一个那个衣服市场 去买衣服 然后店主是个那个小美女 然后我们进店的时候 那店主就很激动 然后说你在旁边 你帮我拍个照吧 然后就经常可能在路上 她就成配角了 就是在我们旁边的那边 然后她就很吃醋 那你对这件事情 是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很享受 我能感受到她的感受 但是苦恼是苦恼在 有些人不告诉你的 她就在后面 偷偷地给你拍一张 然后拍了也就算了 那你给亲朋好友看一下 那就无所谓 她给我发微博了 然后我就觉得 莫名其妙 对 就是经常会走在路上 就看后面有两个人 在那边指使点点 就在那边 在那边笑得那种很猥琐的 然后拿个手机在那边拍 这个我想知道祖来 你女朋友多高 她老婆 对不起 你老婆多高 我老婆跟我女朋友的高度是不同的 你想问谁 没事 我们不介意 你舍得死 我们就舍得埋 你说 你说 你女朋友和你老婆身高分别是多少 我们都爱听这些事 真的要这样谈哪里关系吗 为了方便我们播出 你就说你媳妇身高吧 我媳妇1米75 我1米62 跟她差13公分 我觉得这个特别合理 这个就人缺什么要什么 真的 我要现在找媳妇 要找一头秀发就行 其他我也做 她们俩看完了之后 我想知道祖来 你媳妇1米75 是 插着 你多大 你 你七截 2米2 不是 78左右 78 也就是说你跟她媳妇差不太多 对 你们俩示范一下 我看一下你 过来你大概是不是什么样的 来 你们俩左右 应该是怎样的 是平时是你搂嫂嫂嫂的 还是嫂嫂嫂嫂嫂 嗯 我有时候是这样 这样 然后她就这样 现在一起走啊 没问题啊 这是婚礼图片 但是 有 有 最麻烦就是 去电影院里面看戏的时候 就最麻烦 会怎样 因为前面的椅背 会挡到你 不是不是不是 椅背这个没问题 就是两个人坐下的时候呢 我老婆呢 就好想 就是有一种 靠在你肩上 靠在我肩上 觉得我好man的感觉 但是她永远就是 靠在膊上是吗 你知道 她根本就不可能 真的 这个是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 有时候呢 我就会 拿个砖头垫在这 你睡 我都带一个颈枕 就是U型的那种 就在这里 然后她就这样 然后她就在这个颈枕上面 我就觉得好一点点 她好惨 真的 有时候会真的 有一点点不方便 不过 因为我是老婆 比我高嘛 所以她希望 就是有一个依靠啊 这样子 就会麻烦 但是你要一个依靠 一定没问题啊 小林 你觉得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你希望身高停留在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就你比较满意的 1米88吧 1米88 数字比较极力 你还要挑个吉祥数字 那你觉得66公分怎么样 66我曾经挡到过 不过又操掉了 好 她生下来差不多 就应该有66 好 又到了投票世界 2米03的长人 算不算胡闹 请投票 都算烦恼了 对 116分 算一点 生活的小烦恼 但是我觉得 咱们的身体 就没法改变了 这头发 有一头羞发 有人没有 没有就没有了呗 对吧 有人高就高 比人高点 有人矮就矮点呗 我们就改变不了的事情 我们就只能高高兴兴地接受它 接受它 好 来我们掌声谢谢小林 谢谢 拜拜 好 这一集 他们讲完脖子好看 我也是 真的 老是来这样的嘉宾 我们的颈椎病也有望得到嘉宾 最好啊 但是这个你看身高啊 我觉得这个凡是往两个极端都不合适 太高 太矮 它都会带着苦恼 祖兰 你说说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苦恼 我们分享一下 对啊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 这样吧 今天我们再投一次票 再投一次票 我们让现场的观众来投票 是说是是刚才那个小林 那个算苦恼的 还是祖兰这样更苦恼 投票给我 我算了算 好可怜 你是最后的苦恼 要不你上去 好 来 投票开始 哇 指着我呀 你怎么爽到的 中枪啊 感觉许姓恩可以长高似的 我不是借收器 好了 来 我们看单评 王祖兰同学最后得分是 怎么可能算是活得好 哇 速度好快啊 不会是全票吧 不会过一百 不会过一百 绝对不会过一百 全票当选 喂 喂 欢迎收看由汤晨必见蛋白粉独家冠名播出的 四大民众 身体需要免疫力 你需要免疫力 全票当选 喂 喂 喂 哇 干嘛啊 说上去 说上去 我觉得你们成心的吧 他们应该觉得投票太过瘾了对不对 投票很爽啊 你有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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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觉得真的 真的身高 自己觉得没有 我真的没有什么苦恼 像小林跟他女朋友一样 其实内心真的喜欢对方 很多事情不是看外表的 对的 来来来 小杨宝宝 你选一个套啊 行吗 他会来 他会来媳妇儿 你选一个 王祖来 来来来来 恭喜你 恭喜你 获得了由汤城费剑提供的 全球营养治愈大奖 您将有机会前往汤城费剑原料产地 新西兰 谢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